大家好,其實他本來叫我說錯了嘛 所以早上我好像又說錯了 那就是今天我是三個人 就是Jabon跟他老婆去加入了 那我們一開始就決定 要把Twitter Collector架起來 這是他report嘛 然後第一個我們就先討論他的schema 因為假設符合schema 我們就不用做太多的事情 就發現他schema是三年前的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把他從REWS下手 我們就花很大力氣把REWS架起來 那後來就開始繼續搞他Python的後轉 那後來發現他幾個ERROR 所以今天就可以送幾個Patch 沒有,第一就是他的一些問題 然後我們後來好不容易把他解掉以後 然後就是像Jabon他老婆 就有提供一些 開始收集一些政治人物的一些東西 然後像龔都森就有一張列表 是那個Facebook的Page跟他本職業 然後那我們就請那個 參加這個專案的學生趕快去把他趴下來 那現在就是我們 然後另外Twitter就是台灣大概只有這幾個知名的 就政黨或是只有總統蠻久 那我們今天就來Demo一下 你的話 漏�� 那個時間嗎 這個不會 來 有 有 好像經歷 好 因為是純後端的 所以什麼都沒有 就只有Diabase可以看一下 那我們先看一下 我們現在裡面放兩個人 那一位是總統 那另外一個也是 OK 然後我也來當一下政治人物 重振一下這樣 好 然後他有兩個後端 第一個後端是 他會去Treader去抓資料 那我把他拋起來 那他把從Treader抓到資料之後 他就會去 他會把抓到Treader的資料 以及他detail到說 這個Treader被delete的狀況的話 他就會把這個新增的Treader 跟Treader的狀況 他會送到一個Cue 那所以呢 他會有第二個 第二個後端 就是從這個Cue裡面去 把資料抓出來 然後再把他塞到在他Base裡面去 那這很簡單 是為了給VG一起考量 這樣子 可以 所以我可以把他推掉嗎 等一下 擋一下 等一下 好 那現在就有人發一個 他發了一個Twitter 那你會看到說 上面就會說 那個 收到一則Twitter Cue進去了 然後下面就是說 欸我把他那個 塞到DataBase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DataBase 那這就是剛剛收到的Twitter 但是呢 如果說是 如果說是delete的Twitter的話 你會看到 欸為什麼空間 你三個空間 你三個空間 那就是說 如果說 一個Twitter如果說被刪掉的話 他就會把 這個Twitter從 Treader這個Table 會塞到另外一個Table 叫做delete的Treader 然後他的那個 那個Rails的那個檢查 就會根據這些Table的內容 去做呈現 這樣子 那當然目的就是希望說 能夠去 去留下 政治人物在網路上說的話 都能夠 留下一個心弩的一個記錄 這樣子 好 那下一步就是 我們可能需要Rails的高手 在下前端 然後我們可能要加上 Facebook的東西 進到這個Cube裡面 好 謝謝大家